可能這一輩子只會來一次成功證 誤打誤撞的那種感覺真的很美好 看看早上的成功證多麼有feel 好香喔 它連外皮都特別的香 動畫真的很好 你看這麼大一份才200台幣 我覺得台東人真的很棒耶 他們沒有在亂推美食這件事情 Hello everybody 今天是在台東的第四天 沒錯 我現在呢 人在東海岸的成功證 我們這次住的飯店呢 叫做東海岸海景飯店 其實呢 雖然說 整體建築還蠻老舊的 但是房間非常乾淨 而且呢 我今天 我真的已經到了就是 日出就會起床的年紀 所以我剛剛六點呢 就因為我們看得到海嘛 然後直接看到日出 然後我就醒來了 真的覺得莫名其妙 但是呢 因為起得早 所以就想說 好好的逛一下 成功證 飯店附近有什麼 可以吃的東西 聽說成功證有很多很多的美食 成功證呢 雖然小小的 但是背山面海 對 這一面就是山 然後在這一邊轉過去呢 其實往前再直走大概800米就是海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太平路 跟大家說一下故事好了 就是呢 我們昨天來到成功證 才發現到原來 台劇不夠善良的我們 是在成功證取景的 而且呢 按照劇情的設定呢 許偉寧當初養病的屋子 就設在成功證的太平路 也就是我現在在走的這一段路 所以我現在就抱著一種 想要尋找Rebecca的心情 來逛成功證 很開心耶 就是 誤打誤撞的那種感覺 真的很美好 如果你有看我的頻道的話 你一定知道說 我對這種小地方還蠻有熱情的 就是 我今天就想說 沿著整條街看看有什麼早餐 然後看一下 會不會看到Rebecca還是另一傳 我真的莫名其妙 為什麼要被一部劇影響這麼深 你看看早上的成功證 多麼有feel 這個畫面 喔 好美啊 真的覺得成功證的每一條路 都好漂亮喔 就是這樣子 一直往前無止盡看 就可以看到山 感覺在往前面走就是漁港 另外一條漂亮的路 天啊 我一直覺得啊 小鎮好像是 越早越熱鬧 可是 來到成功證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 可是後來我想想 應該是因為最近在放暑假的關係 所以呢 整個 就是地方 非常之安靜 就是 整個街上只有我一個人 我覺得大家應該覺得這個變態到底在幹嘛 就是在一個 大熱天這樣子晃啊晃的 喜歡 成功證就是 它的所有建築都帶有一點點 復古的感覺 現在呢 再往中華路走 因為聽說呢 來到成功證 就一定要 吃這邊有一家叫東板鄉的 就是賣的是碗粿 啊不是說7點開門 現在7點了耶 是在開我玩笑 真的太早了 大姐就跟我說 如果要吃碗粿要等好久 所以我就吃了這個 炒碗粿還有芋頭粿 我人生中第一次吃炒碗粿耶 就一直有在 就是看台灣節目的時候有聽說 有一點怕怕的 就是不知道愛草到底是什麼味道 嗯 原來是這種口感 而且它的整個外皮啊 有一點像麻糬的口感 就是黏黏糯糯的 它好香喔 它連外皮都特別的香 可是它裡面包的 其實是肉塊啊 為什麼它叫炒碗粿 還是其實它的外層是炒碗粿 就是愛草的口味 可是裡面包的都是肉啊 為什麼莫名的有一種 起司拉絲的口感 我很喜歡它的內餡耶 它的整個 裡面的調味啊 有一點辣辣的 然後 鹹度也很剛好 而且它肉 就是那種 絲狀 這真的好吃 難怪大家出來城鎮 一定要吃這一家的粿 我吃到我很想要 立馬克玩 好噴喔 終於看到一點點生氣了 感覺 已經蠻接近菜市場囉 走著走著看到這間店 可是不知道賣什麼的 可是有人 感覺 就可以進去吃 點了一個油麵 然後還有一碗 貢丸湯 他們家的辣椒 看起來有夠厲害 剛剛查了一下原來我吃的那個叫做市場口麵店 在Google上面呢 那個評論好像都說蠻好吃的 但是確實 它是很好吃的喔 然後它的肉燥非常非常的香 然後還點了它的貢丸湯 貢丸湯也很好喝 有柴魚的那個香味在裡面 整體上就真的還蠻推薦大家來的 就是誤打誤撞 也會吃到好吃的快樂 好了太熱了 來全家 吹吹冷氣 好快樂喔 今天早上感覺蠻幸運的 就是天氣又是我喜歡的天氣 然後連吃兩家店都覺得很棒 天啊 真的好喜歡成功鎮的氛圍 怎麼可以美成這樣 好瘋狂 剛剛上網搜了一下 原來這個符合城也蠻有名的 就是已經是九十年的老店 欸這邊賣的也是草仔粿 然後鴻骨粿 可是他們其實出名的是馬屬 那我就說今天還蠻幸運的嘛 結果呢 大哥就跟我說 他們在趕著中秋月 所以呢 就沒有我想吃的馬屬 這個是成功鎮的 轉運還是客運站 好可愛喔 小小一個 天啊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比西里岸 這邊是一個阿美族部落 然後這個比西里呢 比西里岸 在阿美族語呢 就是放羊的地方 這個地方有趣的是呢 他們其實跟台灣知名的插畫家 吉米合作 為這個部落打造了一些很有趣的壁畫 還有一些裝置藝術方面的東西 所以呢 今天就是要來探索這個有趣的地方 一下車呢 就看到這個很漂亮的畫面 是的 就像我剛剛說的 這邊是一個放羊的地方 所以這邊就 有立刻有可愛的羊的裝置藝術出現 反正一下下呢 就看到這個 吉米的創作 沒事大家 你可以掛啊 就是有一點褪色了 可是 剛剛那個導遊小白就說 這個部落呢 其實吉米的創作靈感 是紀錄一個女孩 來這邊旅行的一個故事 然後他其實創作了十副的作品 所以大家來到這個底西里岸的話 就可以 好好的去 探索看看 我今天就是因為 大曝曬的原因 我們就是隨緣啦 能看到多少就多少 主要就是想要來感受一下這個 阿美族部落的 好美 的美 那個狗是他的夥伴嗎 再一直往前走呢 就會看到另外一個裝置藝術 感覺也是用漂流木去製成 看起來就超漂亮的 可是我不想走過去 再繼續往上走呢 就會看到眼前這個超震撼的 台東東海岸的美景 我的天啊 怎麼可以這麼誇張 你看看這個山線 然後配上這片海 喔 現在要來到了三仙台 三仙台其實也是 台中蠻著名的一個 旅遊景點 就是其實剛剛我們在比西里岸 就有看到那個三仙台 就是那個橋連接到那個島 然後剛剛 就是導遊小白就說 其實那三個島呢 就是火山爆發的熔岩形成的一個小島 因為我覺得近看比較壯觀 這個景點呢 其實在很久以前就有一個傳說八仙中的其中 三位神仙 也就是魯宇東斌 李鐵怪 還有何仙姑呢 曾經在這個島上休息 所以呢 這邊的原住民也有把這邊當作一個 守護神的島嶼的概念 來看待這個地方 然後我自己就覺得 這個畫面真的很漂亮 就是很愜意的一個地方 這個必須說啊 這四天的在台東看海看到 有一點審美疲勞 雖然有這種心態 可是每次看到海 心情還是很激動 今天來一家餐廳 叫足跡在線吃午餐 可是呢 我們一團人 真正瘋狂的就是 眼前的這個魚 魚港 Rybeca你在哪 Rybeca 如果你有看不夠善良的我們呢 你一定知道這個 這個成功魚港 就是 林一城跟許瑋已經對系的地方 還記得那個紅色的地方 哇 就像早上在影片裡面說的 其實成功魚港 這邊就是 以漁業 就是各種海鮮而聞名的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停了很多很多的漁船 吃飽了以後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全台唯一的奇漁廟 好誇張 就是 所有的神明我都看過 竟然 有一個廟是拜其餘的 看看 現在呢 大夥來到成功魚港 閒晃 我們還是沒有放棄的 在尋找Rybeca的蹤影 到底是要入戲多深啊 據說呢 這個成功魚港 是整個台東縣 最大的一個漁港哦 幹嘛 你不敢吃一件大漁 對啊 紅色的啊 我們這一群白癡啊 因為成功魚港 有三個顏色的燈塔 完全忘記劇中出現的是什麼顏色的 看完漁港 來吃我造詩木鄉的成功豆花 我真的是一個非常迷戀兜製品的人 所以 這家我很期待 這家成功豆花呢 主打的就是用 非基因改造的黃豆製作而成的 所以想必會非常的厲害 我真的很喜歡 可是我覺得我等一下就有點沒有抓緊 因為它冰已經弄了 就吃不到它豆花的口感啊 好適合 豆花真的很好 很讚 你要穿這個嗎 對 我覺得我真是你啦 因為我覺得我們那真好吃 它是沒有豆花版本的 沒有 沒有刷餅版本的 大家知道對不對 你吃 這個不一樣 不要有刷餅 不可以加刷餅 你也穿一口 吃完豆花以後呢 團友們都說要回去休息 可是我這個標準吃貨呢 早上一在那個Google那邊 查到說那個成功症有好多美食之後 我就再也回不去了 我就一直跟自己說 不管 我可能這一輩子只會來一次成功症 所以這邊該吃的必吃的我都想要吃 雖然我的團友都跟我說 不要再出去了 很怕你中暑 但是為了吃我真的 It's ok 就是要吃到我想吃的東西 很堅持 難道這個就是大家說的 金牛座討人宴的固執嗎 Anyway 他們說來成功症一定要吃生魚片 所以現在就要走路 大概十分鐘 再暴晒一下 走十分鐘 去尋找成功症必吃的生魚片 我真心的覺得阿 成功症的人都跑到哪裡去了 就是明明早上六點多也沒人 然後下午兩點多也沒人 所以大家都往哪裡去啊 成功症你們在哪兒 你看看這個超大片的起魚 有夠誇張的 家店的logo好可愛喔 天哪 這個起魚片阿 你看這麼大一份才200台幣 哇 我真的覺得阿 在成功症吃東西是已經很幸福 是因為他們的那個分量都給的很足 我早上吃那個肉燥麵也是 你們說有夠誇張的 這麼大一盤阿 200塊台幣就算了喔 它還這麼厚一片 這個我一個人吃掉會不會太奢侈阿 沾一點點的醬油再加上 哇沙比 看 好鮮喔 這個新鮮的程度有點太誇張喔 這個吃生魚片好像吃免錢的是不是 好爽 我剛剛阿 真的莫名其妙把整盤生魚片剋完 有夠好吃 它的那個起魚呢 我一直要講零財魚 它的起魚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的腥味 吃到的就是那種很新鮮很新鮮的味道 而且老闆說他們家的那個 起魚呢是野生的 所以吃起來感覺更棒 我真的很推耶 這家玩信號 果然台東的朋友沒有介紹出 現在呢 要繼續的往早上走過的路走 往前走呢 就到了一間台東在有人推薦的冰店 聽說他們家的酸梅冰很好吃 走著走著呢 野生捕獲不夠善良的我們的另外一個拍攝場景 有沒有印象這一幕 就是這一間在地人推薦的大良冰火店 我真的覺得阿炎炎夏日吃一碗冰是一件很爽的事情 而且呢 我覺得台東人真的很棒耶 他們沒有在亂推美食這件事情耶 這家的滋滋梅子冰阿 有一個很特殊的味道 我不懂他們是不是有用少量的酒來醃製 可是它的那個梅子呢 除了有帶有一點點的酸味甜味以外呢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類似酒釀的味道 好快樂好滿足 發現阿在成功鎮有很多那種可可愛愛的小店 就像我眼前的這間也是 有夠可愛的 走了一段上坡路 然後呢 往回看看到了一個 讓我感動到快哭的風景 有沒有看到 我來放大一下好了 你看看 這邊拍照有多美啦 來到成功鎮呢 必須要吃的還有這個 王祭鬼頭刀專賣店 可是呢 我的時間好像有點緊湊 我來外帶好了 這個 就是炸魚柳 聞起來超香的 而且就是那種鹽酥的口味 哇好燙 哇 好好吃喔 欸我覺得他們叫的調味很棒 而且它那個魚柳 等一下 它那個鬼頭刀的魚柳片阿 它的嚼勁是有在的 可是就是那種 有一點點Q彈 然後完全吃得出 它那個新鮮的味道 嗯好優喔 欸我怎麼只買一份阿 我應該買多一點阿 超不好吃的 我等一下 邊走回飯店的時候就要客完 Anyway 我覺得這趟台東之旅阿 成功鎮真的是 一個非常大的驚喜 就是我 沒有想到原來這個地方 有這麼多 會讓我心動的部分 美食是一部分 然後這邊的道路 這邊的街景什麼的都 我可以說是全台最美的小鎮嗎 雖然這樣講可能有點過分 因為我去的台灣的小鎮不多 可是成功鎮 真的會讓我留下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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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刻的印象 好棒喔 好的我現在要默默的滾回飯店了 而且我的手超不穩的 而且你如果看這支影片你可以感受到 台灣的夏天是多麼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我要滾回飯店 吹一下冷氣 然後要繼續 我的行程了 所以下一支影片見 掰